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人真的盼望 人生要有盼望 才会有动力前行 或是这个危机四伏的世代 你的盼望间积在什么地方呢? 困惑无助者的盼望 上一集 经徒鼓励你 要在平凡的生活里思想生命的盼望 但是人生不是一直都这么平凡协议的 现实生活有时难免会遇到不容易跨越的危难困厄 在这样的处境之下 或它更容易迫使你去想 人生的盼望究竟在哪里? 约翰福音五章一到十一节 就记载了这个故事 在耶稣时代 耶路撒冷圣殿附近有一个叫做不事大的水池 旁边就充满了等候 盼望实现的人 原来当时 耶路撒冷和周边的地方都有一个传说 就是不事大池的池水 有一股神奇的力量 因为会有天使来搅动池水 每当池水被搅动 最先跳进去的人 无论患上什么病都可以得到传语 这个水池 这个传说 成为当地重症病患心里的盼望 池边五条走廊 都制门盼望病得医治的人 话说有一天 耶稣来到那里 遇到一位 在这里等了三十八年的病人 我们不知道他患了什么病 只是知道数十年来 每次池水被搅动 他都万人一步 一直做不到第一个跳进池水里 盼望得医治的他 三十几年来得到的 只是数之不尽的失望 但他仍然守候在池边 因为在他眼中 似乎再没有其他远望了 你有遇过类似的处境吗? 面对危机困惑 人总会选择到处投石门路 盼望得到从四方八面而来的指引 和帮助 人总想尽力 甚至不失一切手段 去寻求所有可能 令自己快点走出困境 尽早解决困难 活解承受困厄的途径 不是大刺旁的患者 包括这位三十八年来 承受过无数次失望的病人 只能够将盼望 建立在虚无的传说之上 直到他遇到耶稣 他可能根本想都没想过 耶稣只用一句话 就是对他说 起来拿起你的藏育走吧 就解决了他三十八年来 承受的灾病 经徒曾经在过去的节目 和你分享过 跌入人生最黑暗低谷 成为众此之的 甚至一度迷失 不知如何面对的处境 倒是因为耶稣 因为被圣灵感动 要捉紧耶稣基督的应许 经徒才能够 重拾人生的盼望 才可以一步一步 走出生命右局 才得以重新找回 喜乐 盼望 有动力的人生 耶稣 难忘建立在耶稣的身上 祂是慈爱又大能的主 祂从来不会拒绝 专心寻求祂指引和帮助的人 更加从不令人失望 假如你真是落在困惑无助的景况 经徒很浪意为祈祷 你愿意和经徒一起祈祷吗 满有恩典怜悯 又有大能的天父 我来到你的根前祈祷 你知道我们内心的困惑和迷茫 我更加相信 你会引动我们走出困惑 帮助我们重寻人生的动力 走向喜乐 盼望的生命 求主磨练我们 帮助我们建立起对你无规的信心 让我们学会将生命的盼望 传现 透靠在你的身上 让我们更加知道 如何去信靠你 学会活出逆境追光者 要有的喜乐 限望动力的人生 透过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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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